一是王金明因为涉嫌连续犯阴及卫造文书 二审被判九年的重刑 一度还遭到收押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上诉 但是今天上午王金明却复业看诊了 他强调自己是旧气因做善事 还说司法会还他清白 三年前因为涉嫌犯阴案在土城看守所被积压了两年八个月 诊所医师王金明和妻子中宿满 二审被判九年有期徒刑 目前仍在上诉中 诊所休业之后重新装潢重新开业 一早就有不少患者上门求诊 人家很好啊 有时候小孩子发烧 发烧他说来给我们看 他配药是不会乱配 他都要叫去 什么油什么油 油都很合 住室很丁寂 他这口 他就胸了 不过王金明有违反医师法 和卫造文书等前科 妻子中宿满涉嫌将未婚产妇生的孩子 卖给不孕夫妇 还出售假的出生证明上百张 两个人不断强调自己是在作善事 被冤枉了 但有三报 二有恶报 只是时间未到 所以我认为 终于会还我公道 很难过了 我的家庭 家破人亡 制约也没有了 我今天为了救七婴的话 寻善救人的话 搞得家破人亡 王金明夫妻一审被判12年 二审被判9年 目前等候三审判决 王金明说 就算再有七婴送来 他还是会收 但是会先通报社会局 王金明